請問現在問的是俊傑 喂 黑黑的 你就是有被火燒過的 不是 我選帥哥 是劉德華 他好像劉德華 太大劉德華 A是劉德華吧 B是紅毛哥 C是 不好講 那是他講的 打麻將 B是那個 對 我就覺得他很熟 好 快來UNISOS哥分享影片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歡迎劉德華 哈囉 大家好 這一個是閃閃發光 這一個 閃閃發光 好閃 大家要持續鎖定事情豪門 是 很期待你們未來的發展 是 劇情覺得讓大家猜不透 猜不透 猜不透 有一點心理 心理互動會越來越精彩 越來越平板嗎 越來越甜蜜 越來越灑狗粮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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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蠻希望 寫一些床戲之類的 我們可以拍不播沒關係 上次我說收拾破六 我說我跟父子請床戲 對 然後他就在發言說 那你有碰過我的心情嗎 你現在又再說這個 我的意思是 我很爽 好 誰說你有碰過我的心情 考慮過我的心情 一定是接不好的 他可能接好的 對不對 是 YA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端午節要到了 沒錯 兩位都有小孩 有 通常端午節都會帶小孩 做什麼樣的習俗 你在香港也是會過端午節嗎 會 會包裝 香港很傳統 我們會 滑龍舟比賽 然後就是有分小孩部 跟大人部這樣子 那問妳一下 香港人怎麼說 端午節 英文妳會嗎 什麼什麼festival什麼的 那個 我跟妳講 跟大家講 你說 Dragon Ball Festival Dragon Ball Festival 對 他們是說 龍船 龍舟節 Dragon Ball Festival 對 歡迎光臨 又被攔截了 又被攔截了 對 今天現在握的是俊傑的床牌 這個黑黑的 這個不是蘿蔔 比較黑 黑黑的就是有被火燒過的 不是 超黑的 不可以加 就這樣子 我們用健康的角度 對 我們是健康的角度 對 很健康 而且有個很重要的節日 要來就是端午節 對 我去年有吃到妳們家 那個很好吃的粽 對 很謝謝妳們的支持 粽 對 含的筋肉粽 今年 今年一樣有推出 然後一樣是限量的 好 詳請請看一下那個 對 請關注我 到官網也可以搜尋一下 是 老師 謝謝妳們 金金 水晶晶 天上的愛小星星 晶晶 水晶晶 小顆鈴聲 叮叮叮 大家好 歡迎高晶晶 歡迎高晶晶 高晶晶 最近有了我的主題曲了叫 水晶晶 天神 金金 水晶晶 天上的愛小星星 這金金 水晶晶 下個鈴聲、叮叮叮 現在 Champ Serie 好不好 下顆leg 節奏 好停 Beef 各位廠商跟客戶 不好意思 年底尾牙 對 你們這邊3加1 anın merk 3加1 對 我們就來考考看 晶晶對於端午節 有沒有一些嘗試 她最近真的那個賭運很好 在大集合很快猜 她猜什麼就猜中 對 對啊 我覺得五百五波比 五百五波比 歡迎王八哥 畢哥 大家好 我們是龍秀五弟 豺狼無報 好棒 她一來那個聲音 你都不用拿麥克風 其實收音的時候很清澈 她那個裝單 那個單田都裝哨子 不過我先講一下 因為裡面在拍戲 對 我們不要影響人家 盡量人家 一定要演 但還好 這個節目比較重要 對 還好 裡面以後就不要拍了 謝謝 不行 請問一下梁老 知道什麼節快到了 這個天氣越來越熱 對不對 一定是中秋節 沒有 沒有那麼快 天氣熱 大家知道夏天 就夏至要到了 夏至到的時候就是 端午節 端午節 聰明 不會是長輩 有放假嗎 跟大家報告一下 端午連假有四天 但記得晚上8點要看事情好美 是 這個 請問屈原投的是什麼 江 A蜜羅江 B蜜羅江 C蜜羅江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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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霈也是A嗎 A 毫無懸念 A 只有A 萬一答案錯了 那就 那我們就跳蜜羅江 這需要考嗎 字不一樣 當然是這個 A嗎 妳也是A 兩位都是A 你們有考過別人了嗎 有 第一題應該還滿顯的 第一題你一定會答對 對 屈原投什麼江 旁邊那個路人 不好意思 我們在錄影 A A蜜羅江 A蜜羅江 B蜜羅江 C蜜羅江 請問是哪一個 哪一個 D A吧 好像小時候看課本說 這個字怎麼 這個字很陌生 所以有印象 不是都是蜜 到底是哪一個蜜羅江 我覺得是A 為什麼 為什麼 妳不覺得C滿像的嗎 就是因為它跟 河水有關係 我好像有看過 是這個字 是這個字 這是 蜜羅江 這不是淚嗎 這不是日嗎 這 蜜羅江 對 其實不要看我們長這個樣子 我們是有讀書 沒錯 請問一下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什麼意思 就看起來像討債的嘛 然後就是欠債的嘛 恭喜答對 耶 等一下 先問一下 答對有什麼獎品嗎 我們鼓掌 來 觀眾朋友們 一起 好 第二題啊 請問下面哪一位是屈原 是不是哪一位是屈原 我屈原應該是B耶 B 對 為什麼 因為你們看網路上有介紹過屈原 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個詩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去想喔 所有的文人 都對我們後世沒有產生太大的貢獻 但是屈原本人因為他投降 我們就放了一天假 是不是很偉大 謝謝他 是不是 謝謝屈大哥 他是不是一個很偉大的文人 謝謝屈哥 對啊 好 而且你知道那個周末還放你 對啊 你看 我們太感謝他了 謝謝他放四天 你這樣講害我有點猶豫 等一下 那你答案是 你一定選帥哥對不對 我一定選帥哥 選 選劉德華 他好像劉德華 他還叫劉德華 其實搞不好這是劉德華 演那個屈原 對不對 B 所以你也是選B 我也是選B 為什麼 就感覺比較醜 感覺比較醜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張圖片裡面 為什麼屈原的眼鏡 有那種AV旅遊 那種圓光燈 那個年代有這個東西嗎 它是穿越嗎 然後他有美肌的那個 對 那個年代的美圖秀秀 他所以屈原是穿越的 對 而且他現在就是用看眼睛 他的眼睛很現代的 很深耶 這樣蒸起來有嗎 有啦 你看 有沒有 很美 你看像日本人愛情動作片 都是像眼睛的 所以他比較像頭盒對不對 頭盒的那一種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集 我們現在跟古人說 粉絲 粉絲 Sorry 請問這三位哪一位是屈原 我記得是B 我好像有看過他的人 B不是唐太宗嗎 來 唐太宗 對 劉德華 我記得是B 感覺課本裡面會 看來這邊你就委屈 很委屈 對 要投家 懷財不育 如果要很委屈 然後思想很多的話 應該是這個 就是要打國 因為就是煩惱很多 然後優國優民 你知道那時候 為什麼有女神光圈 她眼睛為什麼有女神 跟那個誰講一樣 子純 你跟子純發現的點都 很像女神的眼睛 她跟子純發現的點很特別 都是到東方年 沒有 她可能以前 在古代有做直播 她前面有一圈 感覺就很像做直播用的 律記以前的 A 還是B 還是C 到底這三位 這三位哪一位是屈原 這好難選 不是覺得是比較有才 三個看起來都很才華 就是說屈原在你林鄉當中 是懷財不育的人 對 懷財不育 要找一個面向很有才華的人 所以這三位看起來 然後又聰明 因為她的眼睛是要這樣往上飄 你看就是比較 媚眼 可是這個就感覺就比較溫和 然後這個 這個感覺是一個比較 內練型的書身型 你這個是要真的比較聰明 聰明才智型 謀式的人 聰明 你真的很厲害 你確定答案 你確定嗎 我確定 我確定你答錯了 A是劉德華吧 有點像 B是紅毛哥 C是 碰 碰 那是你講的 我打麻將 碰 碰 我也有答案了 我也有 你們兩個會不會不一樣 你們兩個答案也不一樣 我們的答案是 A 終於不一樣了 一個說一個說B 好 你先講為什麼是A 為什麼是A 因為屈原它是詩人 然後它是文人 文青峰 這個古代的文青峰 所以它長得就文青峰的臉 詩人 文青峰 但我是選擇B 因為B裡面最水腫 它跳了蜜羅漿之後 它就泡水 然後就會變得比較腫一點 但它還沒有 還沒有跳漿之前應該是A 這看起來是比較文人 對 然後這個是當官的 這當官 所以應該是C 因為當官有無紗帽 對不對 那豪傑哥呢 為什麼 我覺得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鳳眼 我覺得比較 對 是那個感覺 跟子晨觀察的一樣 因為他的這樣的臉 跟子晨觀察一樣 那就一定錯了 來 因為他是個文人 他後來因為不得知 他是不是才去投漿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講 這個的面相比較不太像文人 或者做官的 所以如果要我這樣刪去 那當然是因為A 對我來講 他太帥了 因為他太像金城武或劉德華 是 我覺得那時候 像我們以前去看過 我們以前古代的那種 清朝那時候有照片 就完全不是畫的那樣子 其實以前的人 怪怪的 怪怪的 那我要公佈答案了 好 恭喜有一位答對 A 對嗎 不可能是A 就是C C是屈原 B是D白 對 我就覺得他很熟 就是文人嗎 對不對 我剛剛一開始就說他是文人 正解就是 C才是屈原 真的 B是 我連考慮他都沒有 杜甫嗎 李白 A是莫子 莫子 莫子 我還要是頭子 頭子 所以有一點誇張了 好 下一題 請問你有沒有聽說過 端午節的別稱 A 玉佛節 B 玉蘭節 C 玉愛節 玉佛節我有聽過 玉蘭節是跟那個 盆蘭節 什麼魚盆節是一樣的嗎 玉蘭是那個這邊的玉蘭 玉蘭 好 玉蘭花 玉蘭花 頂紅燈的時候 有沒有要買玉蘭花 玉蘭花 我才C 你才C吧 因為愛草 對 愛草 我覺得是C C 玉愛節 因為玉蘭應該是那個 中元節 那玉佛應該是佛誕之類的 所以應該是玉愛節 老實說 其實我完全沒有 No idea 對 但是我如果硬要挑 我可能會跟那個春美一樣 會學我 玉愛節 有 因為有 有玉愛的 不是 因為有愛草 應該是玉愛節吧 玉愛節 為什麼呢 好像有愛草 跟愛草是不是有關係 玉蘭節 蘭節 很像是 蘭節 蘭花 蘭花嗎 玉愛節 玉愛 玉愛 玉大愛 好 給你5秒鐘 5 4 3 2 1 玉佛節 玉佛節好像是母親節那一天吧 玉佛節應該是泰國的 沒有 那個慈禁 就是大愛電視台 他們也都是在母親節當天 慈禁 大愛的戲就不一樣 對 那玉蘭節是感覺 有一點比較就是 死八鏡的感覺 沒有啦 那畢哥 玉蘭節為什麼會是八鏡 玉蘭節如果節 你不要看這個節 玉蘭 玉蘭的台語 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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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道蘭 不是 不是 這個不知道 所以 玉愛節有可能 賣 我們就想 因為愛草 我也是這樣子 公母節要掛愛草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 C 你 沒關係 你先講 好 我跟你講 我滿關鍵的說 因為歪的人才會想到歪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玉蘭節 它是跟蘭花有關係 是 對 所以我們在這麼歡樂的節慶 普天同慶 全我 哪裡普天同慶 屈原死掉還普天同慶 有沒有放假 有 放幾天 四天 還不開心 有沒有普天同慶 有 好 那就玉蘭節 好 所以答案是 B 玉蘭節 好 很厲害 恭喜答對了 Yeah 好 正確的解答是因為 在5月5 農曆5月5這個時候 會有很多瘟疫 毒蛇猛獸跑出來 所以那時候要喝熊黃酒 要做很多事情 就是為了要 讓自己的身體要淨化 所以會拿蘭花來洗澡 會掛愛草 所以會拿蘭花來洗澡 就會變成 玉蘭節的原來 愛草它是掛在門口 算是驅邪的 對 那玉蘭是 身體護育 對 淨化自己 淨化自己 請問下列哪一個 不是跟 屈原有關的 端午節的習俗 也就是說 這些端午節習俗 有一個是跟屈原沒有關係 粽子 花龍蜜 五十水跟熊黃酒 有知道五十水嗎 五十水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陰陰陰 那個陰陽水 是陰陰陰 那個陰陽水 陰陽 是陰陰陰 那個陰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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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完全不一樣 不是啊 跟午節中午要先五十水 就是十一點到低一點的時候 我們會拿一盆水 在太陽下面曬 對 然後呢 那個水就叫五十 因為那個正中午的能量 這個水 就變成五十水 然後再跟水融合的水 結合在一起 沒有 就不要再加水融合水 就不純了 那邊會進化過 對 那有些人會去淨灑 有些人會去招財 對 那你覺得哪一些跟 屈原無關 你可以用三屈 屈原無關 無關 跟屈原 你可以先想想看 哪一些是跟屈原有關的 那應該是五十水 五十水 跟它無關 那亦凡呢 我屈的是熊黃酒 你知道為什麼 問嗎 這跟白蛇鑽才有關係 白蛇鑽才有關係 白蛇鑽才有關係 他可能是陷出原型 嘴巴會跑出來 對 沒關係他們一人 選一個答案 對 那種的話誰會答出來 屈原 屈原它不是白蛇鑽來著 對 聰明喔 所以有人選 C有人選 D 四個哪一個跟屈原有關 感覺都好像很有關係 對 要吃凍子 要滑龍舟 熊黃酒不是白蛇鑽的時候 可是熊黃酒 屈原好像要走的時候 他好像有進一杯 喔 難道他還下的那一杯 最後一杯是熊黃酒嗎 因為五十水 它是節氣的關係 那是對於我們養生部分 是OK的 但屈原以前 他應該沒有在研究 風水這方面吧 喔 也沒有在研究這個養生 營養學之類的 這個女孩很聰明 聰明喔 我同意你 對 我難得同意你 會不會又跟其他人一樣 跟我一起 不會 對 沒有好看的喔 喔 吃凍子一定是 為什麼 滑龍舟也一定是 為什麼要吃凍子 因為從小到大就是 大家會說 東五爺就要吃凍子 東五爺我就要去看滑龍舟 看凍子又像要靠金金直覺了 吃凍子是因為大家覺得 他們想要珍惜這個人 希望他可以 就是 就算投薑了 他們希望他還可以生還 所以就是 投東西在 就是他在水裡可以吃凍子 就是好像 我記得有個故事就是 大家會投一些吃的 希望他可以 可以 他的用意是要讓 那些魚 蝦子 可以不要吃他 不要吃他 對 你說屈原會在 你說屈原會在 吃凍子這樣 對 那個 沒有 不是要 那他為什麼 會上岸吃 對 所以屈原就是躲在水裡不出來 我跟你鬧脾氣 哼 見你 不見你 他也是憋氣到處 對不對 所以我在水裡吃 可以 所以家瑋覺得答案是 是 熊黃酒 答案就熊黃酒 熊黃酒會不會就是 屈原在跳下去之前就是 熊黃酒我記得 那個白蛇傳 對 那個白蛇傳是什麼時候 他那次端午 他是端午節有沒有關係 也是端午 沒有 沒有去講到 沒有熊黃酒 就是喝完以後 尾巴跑出來 對 讓他獻出原型 但不是在端午節那一天 不是在那天嗎 不是在那天 這兩個是 這兩個都是有陷阱 我覺得五十水 我覺得五十水 因為五十水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節 一個節氣 天啊 我好像有印象 可是又忘記了 很假的 有沒有靈感 我記得是跟 就是那個答案是會讓人家 覺得很傻眼的 會覺得明明我們在端午節 都是做這些事情 怎麼會跟去月沒有關係 好像是吃粽子 是吃粽子 跟端午 跟去月沒關 對 一句話讓全場驚歹了 我覺得Maybe 他可能會答對 不要 真的 對嗎 對嗎 對 觀眾 對 真的 真的嗎 我們跳一下 好 因為我記得 吃粽子 這給你這機會 沒關係 你在聖誕多年 你告訴他們 應該是 五十水跟它沒有關係吧 為什麼 為什麼 粽子跟龍舟 還有那個 熊黃酒 熊黃酒跟去月沒關係 對 因為熊黃酒是白蛇串 許先他們跟去月沒什麼關係 好 我們現在先進廣告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難喔 這題好難 相信你的直覺 相信我的直覺 那就滑龍 你的那個球就已經用完了 對 那就滑龍舟好了 滑龍舟好了 滑龍舟 滑龍舟 但我覺得你青梅竹馬 長得好像也有點 有信 滑龍舟 好啦 滑龍舟 滑龍舟 被卡住了 卡住了 阿妹 這下去就要路上下集了 真的 滑龍舟就滑龍舟 滑龍舟 好 恭喜你答案就是 五十水 答對了 跟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 當初屈原頭蜜羅漿之後 大家為了讓那些魚蝦不要吃 所以我會丟粽子進去 那滑龍舟是要 滑龍舟去敲羅打鼓 趕走那些魚蝦 熊紅酒一樣 我們把熊紅酒倒進蜜羅漿 趕走那些龍舟 驅趕那些魚蝦 要去吃驅員 是 所以五十水其實是 中午去11點到1點 接一個五十水 可以招財 可以進化 當發財水 那我可能看錯 因為我覺得有印象中 就是好像不是 就是他們丟在河裡面 不是粽子 我那時候有被 就是皮膀 好像是丟麵包 真的 這個 哪一個 哪一個 如果我們覺得 合者正確 答案就是 玉愛 玉蘭 玉佛 不可能是玉佛 對啊 一定是這兩個吧 跟蘭花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好 恭喜你就是玉蘭姐 有 有 有 謝謝 謝謝大家 魚蝦 超時刻 我們下次見 YA 又學到了 謝謝 那個 小編瘦了 瘦了 真的喔 瘦了 就是每一次講冷笑話的那個 瘦了 對 瘦到畢哥都認不得了 你單純嗎 因為我常常看到 都是小甜甜 所以 你看誰都瘦 真的瘦了 瘦 他看到你在想到小甜甜 你好瘦 對 這一段一定要剪給小甜甜看 沒錯